歡迎在台南 在大街路上一台客園跟一台遊覽車都沒有收入 兩台是收拼車 塞到當外的所在都沒有減速 客園是直接塞去做法線 差一點也會到機車 遊覽車是為了看過雙翁線 一般車身就在對方的車道 兩台大台車讓上來開車 完全都沒有顧到機車用路人的安全 民眾統嘛 根本就沒有主機來塞車 阿京峰是意法 發款 吊白腳 而且用公共負陷座 以上發辦 這兩台大台車都沒有停 繼續在車車 客人的為了塞在機車的優先車道 遊覽車也不認輸 超過雙翁一台車身在對方的車道很危險 前夜報告 五點多 這兩台車只有行車的救分 在台南北区的機車路在車道 還停在車路中 根本沒有搭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很危險 能擺車 有危險 有危險 他都很人的自車道 規反倒責條例 第四十三條危險駕車規定 本分局以資單拘發 可處六千元至三萬六千元罰還 調控牌照六個月 不然會開單警方表示說 這個家屬危險的行為已經開釋到 興發公共危險罪嘅 為我們社會敵書為我在報分 也已經以法徵犯 這兩個家屬車載這行的 現在要為自己行為付出代言